NBL职业篮球联赛登陆贵州 主场落户尊义 NBL职业篮球联赛登陆贵州 主场落户尊义 文图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聂冰 5月31日 记者从贵州三行篮球俱乐部2018年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NBL新闻发布会即冠名签约仪式上获悉 2018年NBL联赛将于6月10日全面打响 参赛球队一共15支赛事为主客场单循环常规赛 前8名进入季后赛 全部比赛超过230场 发布会现场 据贵州三行篮球俱乐部董事长乔正康介绍 贵州三行篮篮作为贵州唯一惨赛的职业篮球队 自2014年参赛以来 连续4年进入季后赛 2015年 2016年先后斩获联赛季军和联赛亚军 上赛季结束后 贵州三行篮篮进行了阵容调整 以完成新老交替的目标 目前队中主要以年轻球员为主 有三名贵州籍年轻队员进入了俱乐部梯队 乔正康说道 我们将以全新的面貌来和优良的成绩来回馈社会 回报球迷 为城市赢得更多的荣誉 往届比赛 发布会上 贵州三行篮篮本赛季球队外援 新西兰国家队主力后卫克里维·伯斯特 上赛季代表河南有着优异表现的大外援克里斯欧图勒 以及新加入的国内球员悉数亮相 贵州三行篮本赛季球队外援 据了解 贵州三行篮球俱乐部与贵州三行茶叶有限公司达成了新赛季冠名合作 贵州三行茶叶有限公司旗下名牌 贵州古物堂茶将在2018赛季作为球队队名 贵州古物堂茶南篮坐镇尊议事会 川体育馆迎来自己第五年的联赛征程 签约仪式现场 6月10日 贵州古物堂茶的首战对手是广西威壮 在6月10日到8月17日的常规赛期间 贵州古物堂茶将进行28轮比赛 其中有14个主场比赛 最终常规在前8名进入季后赛 贵州省篮协秘书长朱宝林说到 把高水平职业篮球联赛引入贵州 为贵州体育发展 特别是覆盖人群广泛的篮球运动发展 做出了贡献 为带动更多的人 特别是青少年参与到体育竞技中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省体育事业走向新的高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